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就是因为出得早 所以技能极其弱 当然我们这次可以数数 看看他的五胜到底有多少发挥 场上有鲁树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蓝蛮存的实际上是欠考虑的 是吧 当然这个无论鲁树是中是反 这个存的这个蓝蛮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好 我们看见五胜第一回合就发挥了二号位夹雪 开了一蓝蛮 火攻 鲁树 跳钟 我们用那个一个五胜 饱了一滴血 是吧 这相当于发动一次一收一啊 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看看这个 三号位戒旅萌 看样子很低调啊 挂了装备 直接过 因为鲁树的存在啊 他就显然并不适合多留所 手牌 好 接着国家低调气了三个杀 露气三个杀 两个黑 一红 这位徐树给了国家一刀 那个不明觉厉 是吧 这徐树杀了一刀之后 气两个杀过 国家打了一个表情 那个啊 徐树不知道怎么什么情况啊 鲁树第一轮无脑好施啊 然后给了国家 给了一个师父不明的 这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给什么牌 是吧 他可以找找恢复牌 找找房具 找找桃 毕竟被假许压了血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鲁树看的样子 果然来了一桃 回复到满血 然后顺了下家貂蚕一下 这个挂了一个皮肤 大家不要不认识啊 这是离魂蚕 你把鼠标放上去 就可以看见他前面有一个新SP啊 是他的技能是离魂 而不是离剑 好 幸亏他离我们有点远啊 我们又挂了一个荣光盾 他是他 但是啊 我们拿在无辜里拿了一个名的万剑啊 不知道会不会勾起这个离魂蚕的啊 这个这个欲望呢 美女来来一发啊 离魂蚕表示这个戒低调过啊 这一回合就是 二号位贾许跳了个钟 其他基本上所有人 所有人啊 都都没有冒头 是吧 好 这个张忠华开了一蓝蛮 这应该有点像钟啊 这个贾许不受伤 是吧 我们又有五胜啊 五胜 这第一回合发动了两次 两收益啊 还是相当犀利的 好 这边这个借礼魂掉了一穴 这个貂蚕跟这个徐树掉了一穴 好 张忠华结果发现露出了他胸锋利的牙齿是个反贼啊 那里这个蓝蛮就开的显然是有问题了 好 他调戏到贾许一发 起了三个啊 他多一张九 为啥不九杀呢 这张忠华打的比较诡异啊 不管怎么说 我们想顺他一发 看看张忠华一个无限 场上还有无限 看样子在反贼手里啊 我们还有一个借刀杀人 要把这个刀给强行借过来吗 我指向的是离婚禅 看张忠华给不给 给了 好 我们这时候五胜又发又发动了一次啊 这是第二轮啊 看来我们 哎 我们把这两个AOE全部留在这里 当心离婚禅给你全抢啊 或者这个鲁树给你换了 这都是不小的损失 是吧 这个这个当然我们的主持角比较低调啊 这个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但是至少这个剑可能啊 他可能觉得挂起这个剑也有可能被别人搞去好 算了 不知道主持角怎么想啊 反正这个五胜目前来说发挥的不错 第一轮发动两次 第二轮发动一次 是吧 好 来了啊 这是反贼终于跳出了一个 张忠华发现他的这个 这个比较怕他的蓝营 郭佳也是反贼 看这个徐树什么情况 顺了郭佳一发啊 这个想干嘛 顺了这个冠师府 这应该是哎呦 我刚准备说这应该是好人啊 结果 结果他是啊 他是反啊 然后找 找郭佳配合一下 国家给给他牌 看看他有没有一个基本啊 非基本牌能够换一换 但是这个徐树发现没有 他是技能发动在回合外啊 他要先气掉牌 然后再发动技能 是吧 他用一张 我们气两个伞要用多了一张武器 发动这个技能 好 这个郭佳选择摸牌 他是这么自信 这个鲁树就是他这边呢 这个鲁树是忠诚啊 大家一看 那现在 现在还有一个反就在这个离婚禅跟这个戒吕蒙中间啊 当然这个离婚禅比较相反 这个鲁树这一换这个AOE全部到了郭佳手上 是吧 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关键的无蟹 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鲁大师 这个无蟹 也不得不打出去啊 这个离婚禅是反贼啊 鲁树被打成零牌又被冰了 然后离婚禅还还他两张 然后我说过 离婚禅这一个翻面是负 负五的收益 是吧 然后他打了鲁树一滴血 扫还了啊 那个扫还了一张牌 等于赚了三的收益啊 但是这个兵很有可能可以帮助他把剩下的收益给补回来 然后我们又被热了啊 只能尴尬的过 看我们的贾徐能不能搞出点花花肠子 贾徐选择杀这个戒吕蒙帮他觉醒 是吧 他觉得杀这个 这样看样子戒吕蒙应该是中了 中类 他杀郭佳没意思 杀川中华够不着啊 只能找这个戒吕蒙发泄一下 这里我们果然觉醒了 帮我们攻了一下这个这个貂蝉 看了一看 貂蝉妹子的这个内部啊 是吧 这个那个内部啊 好 我们知道郭家手上的牌是相当的暴力的啊 我看看他要不要把这暴力牌甩出去啊 决定不甩啊 把蓝蛮起到当万剑 他是存着的啊 我们心里是要记住的 他蓝蛮不甩是有道理的 我们不怕蓝蛮 是吧 这个贾徐也不怕蓝蛮 你甩个蓝蛮大部分 当然这个反贼也有一个不怕蓝蛮的啊 你反甩个蓝蛮打的还是反贼多一点啊 好 这个徐树要灌摸 他把鲁树最后 一张牌给搞掉了啊 当然没有灌啊 这样的话 是吧 他不灌啊 那个鲁树如果这个兵中了也是啥都干不了 好 这个闪电过了 哎呦 鲁树悲剧了 兵中了 这这一轮鲁树又没有发挥了 我们这回鲁树终神被限制的挺惨的 第一轮没动啊 那个第二轮耗射了一把啊 那个还给了反贼 是吧 虽然他可能自己换了点好牌啊 第三轮终于给我们换了一下牌 发挥了一下收益 然后后面第四轮就就动不了了 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解了铁锁给了这个徐树一刀 吃了桃子 这时候就不用再给鲁树留了 留一个桃差不多了 是吧 好 贾徐这一个乱舞 然后当然 当然如果贾徐开乱舞的话 那我们可能刚才那个桃子是不是还是吃了早了一点啊 很有可能这个鲁树这一个桃子还救不回来 好 这时候我们乱舞武士又发挥了一下 但是这一下我们是为了保自己的一滴血 让忠诚交出一滴血的代价 好 我们看这个吕蒙打了一个托管啊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然后这内奸已经不想玩了 这样的话 我们可是很悲剧啊 本来我们现在这个就不占什么优势啊 这个吕蒙 吕蒙还就直接托管了 十六八九是内奸了 好 看这个鲁树看样是保不住了 我们刚才确实这个桃子吃的有一点快 是吧 当然我们想的是想把手牌搞少一点的 没想到贾徐这时候着急开乱舞 他开乱舞之后是郭家跟这个这个他他他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吕蒙会托管 是吧 好哎呦 我发现这个徐树虽然没有啊 虽然断杀了 但是他又来了个冰凉冲断啊 这个冰凉冲断再重的话 那鲁树又是又是没什么戏了 是吧 这肯定灵魂蚕只要不断不断杀的话 鲁树十 看贾徐是有没有桃子 我们是已经裸奔了 但是为什么郭家要弃到那个万剑齐发呢 这迷他难道不知道徐树是不用在万剑齐发里出伞的吗 他如果放了一个万剑的话 这个鲁树就已经死了 这个这个敌宫山这个九杀的话啊 当然敌宫山这个九杀他可能也没有距离啊 想拍我们身上也是拍不到的 好 我们鲁树悲剧了啊 整整个游戏第一轮就耗失了一次反贼郭家啊 然后就给我们帝蒙了一次 这个然后就再也没有发挥了啊 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现在我们的希望就这个反贼 反贼介余术啊 不就那个普通徐树 赶紧把它给搞掉 这个吕蒙已经不玩了 是吧 好 我们就说拆一下郭家的桃子 好 没拆到桃子 可惜杀这个徐树一刀 看他死不死 这回反贼方是第几次求桃子 第一次求桃子吧 是不是第一次求桃子 那可能十有八九死不了啊 果然 但是这桃子已经求到春哥手上去了 假许能够找一个武器的话 当然这个假许有武器 这个春哥有没有桃子也是死了一条 但是我们十有八九觉得春哥在最后一张不一定死桃子吧 好 假许最后 一个完杀 将这个徐树给代飞 哎呦 逃出一个诸葛连鲁啊 现在要抢鲁郭家啊 看着这个抢鲁郭家是有风险的 当然你能卢死的话还是可以的 毕竟你有完杀 是吧 郭家只要卖不到三九桃 他是死路一条啊 因为其他人的桃子是 呃 不 当然其他人也没有什么桃子啊 刚才那个杀这个 呃 我们杀徐树的时候桃子就已经求了春哥了 好 这时候郭家的一个顺永千阳 顺了一个神器八卦啊 就对他来说是好东西 他这个红色的决斗 他跑去决斗这个剧里蒙啊 毕竟是医学诱惑在这挂的 是吧 他完全是就是这个郭家已经脱管离线了 你还管他干嘛 这十五八九是内奸了 肯定红色决斗还有这个杀的都可以朝这个贾许拍过去了 是吧 结果看着这个医学的戒律萌 他怕他回来啊 实在是忍不住就把这个人头给拿下啊 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这是他这纯粹就是浪费火力 是吧 好 郭家虽然挂了古丁刀啊 但是春哥就是春哥 即使有古丁刀也报不了我们的局 是吧 我们这个还是挺紧的 好 我们这时候用火锅 当杀 是吧 当然这个明明我们是有杀的 虽然这是武圣发动了 但实际上啊 那个不发动也是完全可以的是吧 好 那是但是啊 不管怎么说 我们发动了一下 砍了八卦国家 让国家卖了牌啊 然后又又又八卦又判了 是吧 然后甲许这时候强杀啊 只要他卖不到 九九闪九桃就挂了 是吧 国家直接又被强弩 灰飞烟灭啊 这这这这局我们这个忠诚甲许别露书法国家好啊 这是威武霸气 是吧 连续玩杀反贼 这反两个反贼都是他玩杀的 好 当然这个国家莫名其妙的把这个火力两点输出浪费在这个剧里蒙斯上也不知道什么考虑 好 我们现在就跟反贼比速度了 我们现在这个发现关羽的手牌用的非常的快 这基本上这个手牌利用率比较的高啊 所以说这个借关羽对关羽的加强实际上没太多啊 本来咱们手牌就就就就就烧的飞快啊 借关羽那个拼点也是烧手牌的啊 是是 所以说这个有点跟技能冲突是吧 我觉得要加强关羽直接把他变成无血 就完了 像国战里面那个关羽就不错 就相当于一个无血关羽 是吧 因为关羽像手这种手牌用的多的 而且经常如果断杀要用伞去当杀的啊 这种这种人啊 这个防御本来就弱啊 你要加强直接给他多加一点血啊 这个这个干净利落 是吧 像像国战里的那个关羽这个强度就不错 好 我们假许这诸葛连组一挂啊 刚才那个貂蚕这个离魂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收益 是吧 所以说只能眼睁睁的啊 这个看着要被假许玩杀了 好 看见没有这个黑色的这个过河拆桥 这个春哥是拆不了贾雪的简易码的 是吧 这个是贾雪不光有玩杀 他有这个帷幕啊 这个帷幕和玩杀是完美结合的是吧 这这一杀啊 这个春哥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简易码拆不了啊 毕竟是黑拆啊 这个貂蚕妹妹被带走 我们从刚才的烈士现在进入了优势了啊 这一个二维一 是吧 我们又四血啊 当现在只有三血了 春哥要对我们实行斩首行动也没那么容易 然后这个贾雪也有距离啊 毕竟对他触杀 现在麻烦的是我们没距离啊 大家发现武圣也是依赖距离的啊 这个春哥的一个加码 故意要卡我们 要卡一段时间 好 这个春哥又再次被帷幕卡了啊 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神器 诸葛连儒 只能悲剧的气掉 贾雪霸气的起了一个藤甲了 他现在安全了 是吧 在春哥面前藤甲是神器啊 春哥不管是火宫还是火砂藤甲都是第二维血 是吧 当然你没有这种火 你看这个火宫啊 我们可以无限 如果没有拼音无限 即使火宫中了 加雪也死不了 而且只用掉一血 好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虽然没有杀啊 但是我们有别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武圣落的地方 是吧 你有时候摸不到杀 我还摸不到别的好牌吗 这两个乐啊 这个直接把春哥限制的死死的啊 好 这个加雪要拿了一个青钢剑 开始是个削这个春哥了 春哥神器杖八还砌了两个桃啊 说明手上肯定至少还有一个桃 这是死不了的 好 加雪这一个万剑 这一个杀 还有一个九杀下去 春哥终于被完杀了 这把实际上我们能赢 主要是靠这个加雪 是吧 当然这个我们鲁树也起了作用 毕竟挨了那么多刀子啊 吃了那么多冰凉春断 是吧 当然这个 这个也不能完全换成作用 是吧 你起这种作用 还不如雪英克 这个四雪白在这挂的也能起这种作用 因为冰凉春断距离为一啊 别人贴不到其他人身上 也只能往你鲁树身上贴 是吧 当然这个鲁大师的这个强度是可以 但这局被限制的很很厉害 一点解数都发不出来 反倒是这个加雪啊 这个霸气的一塌糊涂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五圣是个非 非常弱的技能 我已经说过 这个初期标准版的这些这些武将都比较速啊 虽然我们一开始前两轮发回了几下 但是后面这一共是14轮啊 我们看看这14轮五圣大概就发动了四次还是三次 我已经记不得了 可以说是一个收益非常低的一个技能 同时用五圣的冠羽手牌速是手牌是非常吃紧的啊 我们后面手牌多了是因为被卡了距离 是吧 所以借冠羽对这个冠羽的提升并没有太多啊 同样 那个把他这个持手牌的这个这个缺点放得挺大的啊 实际上对他提升肯定是提升了 但是提升是有限的 不如时代点啊 就像那个借吕布一样多给咱一滴血 是吧 好 我们再看第二把 第二把 这回又是哪个非主流呢 我们的雇佣啊 这个吴国的雇禄诸张四大家族 四大豪门 所以孙权 他的这个吴国政权跟这些豪门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但是豪门这种 豪门这种人啊 这个主公是不喜欢的啊 知道孙权最爱的实际上是吕布 这种寒门出身的 因为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当君主 你当陶也一般会喜欢这种寒门的 而不是豪门的 好 我们看我们是第一轮没有发动这个这个秉一啊 这是很很赞的是吧 这时候不易啊 作为主公不易过早的暴露自己的底牌 好 我们的夏侯市没有给我们补牌啊 那个不知道什么考虑啊 我们忙了孟霍 二号位巡御也忙了孟霍 跳了一钟 然后又驱虎远威剑马超 搞了一下这个夏侯市啊 这个打的非常的奔放 好 我们看这个孟霍啊 这个蓝蛮王是什么情况啊 没有在一起 可能桃子挺多的啊 直接吃满啊 这个猜 跳出是忠诚 那我们忙错了啊 当然这个孟霍的忙 他的成功率就比较高了 因为两钟已经出来了 是吧 然后把这个夏侯市妹妹死死打 夏侯市这个武将强度是不错的 但是他建立在你们不能被压制啊 他一旦被压到医血了啊 然后这个又被冰了 他手牌被限制住啊 你看这个无中又被这个寻语无限了 那到等等于他整个这一局就就已经废掉了 是吧 基本上他这个0牌 你说你你要到你在这下一轮 你肯定是发动不了桥石的 发动不了桥石 你的业语就没法发动啊 何况这个张角这个万箭啊 这这看样子肯定是啊 这是这不是肯定是啊 对这应该说是肯定是啊 这是应该是中啊 给他标一个我们唯一的闪 先不闪 是吧 然后徐运卖了血 给自己劫命啊 给没有给蒙霍解密 这是可以的啊 因为他不知道蒙霍是吃中还是类啊 给自己截两张 和给那个内奸截三张比 还不一定谁划得来呢 你不能这个无脑的就按照这个数量来决定 是吧 所以说这个徐运给自己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我们看这个张角威武霸气啊 这个又挂了闪电 又杀了夏家了 肯定是忠诚了 后面就全是反贼了 如果没有人装的话 是吧 我果然这个夏侯市妹妹 被这个我们两个忠诚的金雀盲狙就这么废掉了 哎呦 结果马超啊 他是比较克制这个张角的 这一个九杀 张角悲剧的啊 连掉两血啊 没有红桃可以气出来 是吧 他如果气了红桃是可以气散的 哎呀 但是好在我们桃子多 这个雕杂妹妹 想要我们挥累啊 当然这个主公是有脏八的 我们是十有八九挥不了累的 好 我们咬咬之牙忍受了 一杀掉了一滴血 左侍挂了一直剑 他给了一个 一个磁雄撞骨剑 磁雄撞骨剑 给了马超啊 又杀了我们一刀 我们上来被打成一血了 只要布莱勒一切就好说 是吧 我们毕竟手上有两桃啊 雇佣跟这个夏侯市是一样的 他如果被压制了啊 他的这个这个收益就会减少啊 被压血了 就代表你回合外 那个气完牌之后 纯的牌就少啊 纯的牌就少 就代表你的秉仪的发挥啊 就就受限制 是吧 好 我们直接找这个徐徐配合 然后我们并不 并不啊 会担心挥累啊 一个他有脏脏脚有脏八 第二个是梦获买单啊 这个梦获大叫一声 统统算我的 是吧 好 我们这个蓝牌下去 徐徐给我们绝了啊 这个结了四牌啊 我们再顺左侍一下 要找他啊 找马超决斗一下 这个保证决斗成功啊 看看这个反正方还有没有桃子 而且我们这个徐徐这个忠诚 这是任何主攻都带的动啊 没有 这简直是 这个想带谁都行啊 因为我们这是这运气已经好了 一塌糊涂啊 这比上一轮啊 这个这个关羽的发挥就强多了 当然这并我们的技能并没有发挥多强 我们除了第一轮这个这个盛行了几次 是吧 后面基本上就就就就没啥了啊 是吧 就基本上好 这时候我们是秉仪第一次发挥啊 这第一次发挥 我们只给了两个人补啊 看见没有 我们这个主攻打得很谨慎 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是内阶 我们只知道徐徐 最不向内奸 是吧 我们只给我们自己加徐徐补啊 至于孟霍 还是和张角 你们俩就自求多福去吧 尤其是这个孟霍 是吧 他现在最健康 哎呦 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张角是内奸啊 这一杀 把徐徐给杀死了啊 这个够狠 徐徐不判八卦是可以的啊 因为张角这黑牌明显有多余的 你判个八卦有啥意思呢 哎呦 我们发现这什么情况 我们主攻离线了 露 露气牌啊 囤着三个过个拆桥 过了 那这样的话啊 这个胜利的重任就交给我们的孟霍了 是吧 我们看我们的孟霍能不能扛得住啊 这个过个拆桥 拆了露 连弩 这一杀 然后再一个离间啊 这一离间的话 孟霍得出杀了 否则我们要挥内 是吧 好 我们看看我们回来没 回来的话就直接赢了啊 回来了 赢了啊 这三个顺手牵羊 直接交助人 是吧 怎么还在墨迹 想找一个 想找个九杀吗 哎呦 发现我们自己也在铁锁上啊 是吧 那还可以再盛行一下 我们觉得不盛行了啊 比一下 给孟霍摸一排啊 只要孟霍有杀就赢了啊 这个孟霍一个再起啊 当然他用的是自己手上的杀 将吊蚕带飞 这把我们的雇佣发挥的不错 当然主要这个忠诚啊 主要的这个这个获胜的原因还是徐玉啊 而不是这个雇佣是吧 当然这个雇佣技能还是发动了一下子 但是这些相比这个徐玉的发挥来说是聊甚于无啊 当然这个所有的徽章 都在我们手上啊 但是因为徐玉给我们截了四张牌 这四张牌就直接被我们打出了啊 这个神奇的这个输出 直接刷刷刷刷刷 是吧 我们这一回以一个忠诚的视角来看看这个非主流主公 曹征啊 这是魏国的后期的大将军 好啊 这样的话啊 这个曹征作为主公 他还是不错的 他比前面两个非主流主公强的一点是他的防御是值得信赖的啊 他那个技能私敌 是一旦发动是可以限制敌人出杀的啊 这样一个可以保护自己 一个另外一个也可以保护忠诚 同时他这个私敌还不是纯被动技能啊 回合类也可以主动发动 就是说他杀别人的时候别人伞 他头上也可以挂一个那个叫铃铛啊 叫铃啊 挂了一个铃之后也可以做 只要他头上有一个铃啊 这个铃就可以发动私敌 那么那个敌人在本回合出杀的次数减一 是吧 出杀次数减一 而不是不能出杀啊 那这样的话 黄盖这种可以出两次杀的就没有完全受了影响 当然也受了影响 好 话说回来 这个黄盖是有点克制这个曹征 他的红沙是不能被视敌的 这时候何太后给了他一口酒 不知道什么考虑 有可能觉得黄盖 抓了红沙 是吧 配合酒沙 压主公的血量啊 也有可能就是纯粹的压制这个黄盖的血是个忠诚 好 黄盖反正跳了反贼啊 把主公给乐住了 三个反贼已经出来了 看看这个贾许什么情况 好 贾许跳了纵绳 把速度打快一点 好 你说主公头上已经有了一个铃铛啊 第一轮那个身份不明 第二轮开始 他就可以限制反贼的输出了 何太后反贼 那么的话 姜维如果没有人装的话 姜维就应该是忠诚了 果然拿着一个一个拆 好 挂上一个调戏 调戏键 先用 先挑戏 然后再调戏 是吧 一个决斗 好 这一个搞 这一项 将为的组合拳打得不错呀 何来后你看 只剩两血一排了 何来后我以前放到很多路向里面 他的发挥都是很好的 但是这取决于他的低筒筋 什么时候捞到 我已经说过了 你发动不了气乱 光靠你的这个震毒这个技能收益是不好看的 是吧 好 这个合来后 想震毒做个中会 配合一下 又浪中会卖血 又浪中会可以酒杀 结果我们曹征一个斯敌 交助人 中会只能那个含泪 咽下苦果 不能出杀 直接过 白白白喝了一口酒 酒性大发 就出不了杀 被这个曹征给摁回去了 好 这个曹征很好 看着凉水的黄盖 他就 当然他已经没法 没法施敌到 他已经把这个这个斯敌用了 如果 那个有斯敌的话 也不要用啊 让这个黄盖搞自己 是吧 凉血黄盖 这个这个发动这个炸强 实际上是有点亏的啊 当然这个黄盖的手牌手气不错 即使发动了就吃个桃子 又回又回到了 回起了血线 同时也没有造成额外的气牌 合来后仗着有那个白一狮子 毫不客气的 给了姜维一口酒 是吧 反正你酒杀我 我也只掉医学 好 我们看着这主动回合类的斯敌啊 这个杀黄盖 黄盖闪 头上又有一个铃铛 好 我把速度搞慢一点 发现开了两倍数了 好 中会 猜这个白石是必要的 这不猜不行啊 不猜你一血在那挂着贾雪 同学啊 来一个杀你就挂了 是吧 好 那时候我们朝生没有想到这个赵云就能回合类 裸摸啊 一个顺 顺过了黄盖的距离 给了他一刀啊 我们主公终于掉了第一个血 还是被杀啊 压制的一个血 是吧 好 这个五五一开 何来后的命 应该是保住了 拿了一个伞 这个贾雪除非打出组合拳啊 是否则的话是没法要这个何来后的命的啊 主公还是比较安全的 两个铃铛四血啊 看这个黄盖 要动吗 好 四血启动 这个主公机智的给了黄盖一个四滴 黄盖这个有一个桃子 虽然是三血 他也不在 搞苦罗炸强了啊 是吧 因为没有意义了 哎 这个贾雪很诡异啊 他拆是拆掉了这个赵云的距离 保护主公 而并没有选择去拆这个皇后 杀皇后在乱舞 把皇后给代飞打得比较保守 好 姜维已经没法挑衅啊 毕竟他挂了加一码 但当然这是可以的 后来后 没有给姜维酒 十九八九 说明他没有伞 是吧 姜维说你不给我酒 我真咱自带加量啊 一口酒杀 后来后求逃 把这方还是第一次求逃 还是掏了出来 逃着的 我们还有一个酒杀 是吧 可惜没有杀 只有酒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这个朱雀一扇啊 能不能换出一个 哎呀 那是换不出一个杀来 我们只能借主公的这个这个杖八十毛了 好 我们借一个杖八十毛 看主公 有杀 主公就直接出杀了 反正方看还有没有桃子啊 刚才这个桃子是赵云出的 这时候皇盖表示桃子哥早就已经先吃下去了 是吧 好 这时候非常好 主公收这个轮头 比我们收这个轮头要更加滑得来啊 因为我们已经厚得不住了 手牌太多了 好 这时候主公七排启动啊 又是一个杀 皇盖你必须得闪 毕竟他凉血了 是吧 这一闪 主公头上的铃铛又多了一个 又收了桃 又木鲁牛马 把木鲁牛马传一传啊 主公选手直接传给我们貂蝉跳过这个姜维啊 这是可以的 毕竟已经死了一个反贼啊 另外皇盖这个这个的血量也比较低啊 防一防内奸是可以的 这个姜维跟贾许长得都比我们貂蝉向内奸 当然我们貂蝉也可能是内奸 好 这个主公被赵云搞怕了啊 没有距离的赵云 他也给了一个铃铛 刚才没有距离的中会 他就没有给这个铃铛了 是吧 好 这个皇盖强行 两血炸强 好 这个苦闹的这个收益在血越少的时候 越少 是吧 毕竟你个血线压下去之后 你牌可能存不住啊 但这个火工帮帮助他把这个牌用一用 哎呦又来了两个装备 这皇盖就是皇盖啊 这样一个苦闹 两血的苦闹下去 一血的居然一张废牌没有全部用出来了啊 我们就有一个杀 舍不得出啊 毕竟刚才的断杀 但给我们是一件那个深深的痛 是吧 好 这个南卫下 下去 终会带觉醒 我们看 待会我们动 肯定是先搞死这个皇盖了 终会即使觉醒 主公这个铃铛留给他 爆发 也爆发不起来 内奸安赖不出了 终于露出了兄弟的牙齿 这个酒杀被我们散开了 是吧 毕竟这个主公给了我们一个 这个 这个啊 当然这个散是我们自己的 主公给我们一张杀 是吧 当然这个杀也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 佳徐又帮皇盖无限了一下 那我们这个酒杀下去 直接交助人 是吧 好 看看 先喝酒 先开个无中吧 就这个酒 哎 好 然后无中啊 这一个杀下去 黄盖 肯定死定了 即使反对方有两个桃子 也不可能套出来救 是吧 你救回来之后 我再离剑 让主公收这个轮头 不是更好吗 好 这时候我们有车子 收这个轮头 那就是 那个可以把手牌尽量的给利用起来 是吧 我们这一个离剑 没有选择压忠惠啊 我觉得可以压忠惠 忠惠已经带觉醒了 是吧 这时候不压忠惠 更带何时 好 我们看 大家看 我们 只弃了一张牌 这是非常好的 好 曹征又开始压忠惠 忠惠一闪 又一个又一个铃铛挂在头上 忠惠开始决心 这老老实实的回血 这是不错的 你选择摸牌 你当心摸摸了一堆牌要气 是吧 好 这个牌翼看上它是有桃子 所以才发动这个牌翼 即使不能出杀 他也没有额外的气牌 这个玩家还是玩的比较稳妥的 现在我们是一个标准的3v3的 这个这个3v3就不用对对内肩客气了 是吧 好 这个主公也是不客气的给他内肩一个一个4D 这个内肩没法出杀 结果姜维跑去挑衅 这个甲学表示 我刚刚被4D没法出杀 结果你就给我一个枕头 我就毫不客气的给了一刀 是吧 所以说姜维可以该不挑衅就别挑衅了 这米米买的被4D的甲学 当然他可能看着甲学只有两张牌忍不住 也是正常的 这时候甲学没有设这个加以码 不知道什么考虑 但是他要保护这个中会不被挑衅 你这简直是中国好内肩的 这都考虑到了 要是我的话 肯定毫不客气的把这个加以码射掉 这是不知道想啥呢 好 我不管怎么说 我们感谢他保护我们内肩的 保护我们忠诚的一匹马 即使这个中会对加威有想法 也是望尘莫及 是吧 好 这个主公开了一个栏班 然后这个这时候我们就饱饱血啊 这个杀就不用不用留了 主公弃了甲学的八卦阵 杀了甲学一刀 实际上如果不弃八卦阵 杀甲学一刀 甲学出死的那个八卦阵胖红的话 他又可以多一个私敌 当然这个时候私敌也没啥用 我觉得直接压甲学的血更给力 是吧 毕竟这个中会被热 流亡云又没有距离 流亡云被卡在这里极其的无赖 只能靠着杀中会找找存在感 反正中会是一个满血的情况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大大的优势了 结果我们问了主公一句 为什么马不给姜维 是吧 这时候这个曹征表示 我不看好姜维 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马里面没啥东西 就一个闪电 但是我们这一问 反而激发了这个主公跟姜维之间的矛盾 是吧 姜维表示这个主公 你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感觉不会再爱了 这样的话 我们本来好好的优势 这样的话 结果搞的矛盾 这一激发 这个形势 还不知道怎么搞 姜维看样子 要被贾徐给玩杀掉 好在他有桃子 好 这时候这个曹征肯定是有杀的 这样 这时候 他发现曹征 这时候 要与你的回合类使用伞 在这个贾徐的乱舞回合 曹征使用杀 就终会使用伞 曹征头上是没有挂铃铛的 是吧 好 假许 通过这个爆发 搞死了姜维 但是我们还是一个2v2 面对着两个一血的一个内奸 一个反贼 我们表示毫无压力 这还有一桃源 等我们搞死一个人 就开桃源 先拆 拆手牌 这肯定的 然后再杀一刀 再离剑 看看中会死不死 是吧 好 这时候这一杀 中会死了没 还有一个9 那我们来一个离剑 这个离剑可以选择 让主公跟中会离剑 免得内奸收牌 或者是让内奸先接触杀 让内奸死 是吧 结果内奸表示 我还留一张杀 房里离剑 这一杀下去 中会死了 内奸没了三十牌 但是我们这还留了一个桃源 所以说也毫无压力 这个桃吃了 当然我们为了更稳妥一点 把这个桃给了主公 是吧 当然我们又碧月来了一个桃 实际上这是 这个你自己可以吃 是吧 主公安全的很 何况主公杀甲羽 还来了一个施敌的铃铛 这个甲羽想杀你 都是不可能的 主公在一个施敌 交错人 你的杀都出不了 你还怎么赢 是吧 好 然后我们可以每回很稳定的让你掉血 是吧 主公一个这个杖八十毛 是值得信赖 然后这个虽然这个过拆 不能拆你的杖八卦阵 但是这个离剑也能要你的命 这个主公有着八卦 你想跟主公决斗 是很难赢的 这个火攻下去 甲羽量了一个酒 这个主公表示 咱就不杀了 毕竟都是桃子 这个给了吊蚕 这甲羽如果认得清形势的话 这个酒杀 没有没有命中 就老老实的摇白了一裤吧 你没有希望了 是吧 你说再是一张杀 也顶多再压压主公的血 这个果然 甲羽很失去 好 这把朝政主公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他毕竟一个无血 一个这个施敌 这个技能 回合内可以用回合外 也可以用斩了铃铛之后 限制反贼的输出 保护忠诚 保护自己 这个还是玩的很很爽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主公的血量 基本上就没有小于过四 一直是无血和四血 然后反贼方被克制的一塌糊涂 这个宗慧 这个赵云基本上被人压制的 这个头都抬不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貂蚕又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 左边将为右边主公尽情的离剑输出 打着反贼哇哇叫 即使内奸跳了也没啥用 好 今天三则非主公 非主流 主公视频就到这里 当然这个标关于主公 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 可以看到他这个强度就在那里 是吧 雇佣主公大家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毕竟这个雇佣回合外也能多摸一张牌啊 但是是要要露自己的底裤了 是吧 这个手牌会给别人别人看见 同时这个雇佣主公处在急火的风口浪尖啊 被急火的雇佣 血量被压存卖量减少 这个雇佣的收益也会减少啊 但是这个曹征这个非主流 主公还是不错的 是值得尝试的 在这一局的发挥 大家也看见了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